第六百四十章 真个不死不休 面对学生的质问 陆志威老师和组委会的其他负责人互相看了眼 淡定的神色看起来 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众多的质疑声中 芸汐抬起头 陆尔氏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您是不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志威笑着点点头 从手里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 满脸掩饰不住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呢 刚刚收到国际生物组织发来的一份贺电 以及颁奖典礼的邀请 我给大家念一遍 恭贺京都中学 高三级学生 芸汐 获塞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 为生物病毒基因载体 芸汐静默地听 陆志威老师念的贺电 总算明白过来 这么突然的内定是怎么回事了 他和苏航刚刚研究出来新型病毒的疫苗 国际生物化学组织 这么快就平定这个奖项 要是没有内幕 简直就是见鬼了 他不确定 到底是苏航那边通知了国际生化组 还是穆飞池在后头做了功课 这么及时的消息传过来 对于他来说 虽然设好消息 却也让他成为所有人的目标 这种枪打出头鸟的活儿 还真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陆志威老师把文件里的邀请函给芸汐递了过去 芸汐啊 这是个好消息 不仅是对我们组委会 对金高 甚至对军国来说 都是个好消息啊 年后出国参加总决赛的时候啊 你跟组委会一起去德国领奖 另外 这件事我们组委会会在禁气上报军国的有关部门 得了这么大的国际生物奖啊 国内还不进行嘉奖 具体的事情啊 再另外通知你 芸汐接过手里的邀请函 上头印着凡复花纹的logo徽章 还有印章 以及他的中英文名字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上一世 他拿自己做实验 差点死在手术台上的实验 这一世 竟然能让他得到如此大的殊荣 别说生物竞赛的总决赛是否能拿奖 光是这个奖项 全世界的名校都能任他选了 更何况 国家还未奖励一笔不菲的奖金 同学群里议论纷纷 大伙几乎还没有搞懂 这是个什么样的奖项 更是被深奥的基因病毒绕晕了 一个两个纷纷看向芸汐 周成哲自负自己读书多 赛克了国际生物物理学奖 这是什么奖项 她也很清楚 可芸汐这个死丫头 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能耐 国内的专家教授都不一定能获得这个奖项 就凭她 她怎么都不相信 她有这样的能耐 病毒基因组 他们高中甚至大学 也只是学到浅显的表层知识 真正的研究也都是要到大二大三以后 专注某个学科 芸汐一个乡下过来的高三学生 别说病毒 她能把动物生物学搞清楚就不错了 冷哼了声 周成哲直接把目标对准芸汐 这个消息 她怎么都消化不了 剩下一个名额 一比四十九的淘汰率 就算她有足够的自信 最后 还是要跟芸汐争个不死不休 陆老师 您没搞错吧 就她一个高三的学生 哪有时间和精力 甚至是设备研究生物病毒这么高深的学科 还获国际大奖 怎么可能 其他同学也跟着道出自己的质疑 就是啊 京高就算是京都高级中学 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条件给她研究吧 陆老师 你确定没搞错人吗 说不定是同名同姓呢 对他们的质疑 陆志威老师笑了笑 拍了拍手里的黑色盒子 这个呢 是国际神话组那边 传过来的录像资料 同学们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一起去多媒体教室看看 到不去唤发了 证明的打资料